大家好,我是驴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非常好看的科幻电影 电影的名字叫做《原代码》 原版电影下载请搜索关注驴哥的微信公众号 驴哥说电影 电影的主人公就是驴哥 驴哥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有一天驴哥从睡梦中醒来 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列火车上 而自己的对面坐着一位金发美女小美 小美很热情的和她说这话 并且称呼她为肖恩 这一切瞬间让驴哥蒙圈了 驴哥对小美说你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 小美说你怎么了 你就是肖恩啊 就这样小美越说越让驴哥感到糊涂了 忽然之间透过车窗 驴哥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 他赶紧的来到了列车卫生间照镜子 结果发现镜子里出现的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正当驴哥对着镜子一脸懵逼的时候 列车突然发生了爆炸 驴哥又一次惊醒了 这时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密室里 有一位女军官正在和他通话 驴哥想问女军官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女军官根本不搭理他 直接让他按照要求做一道测试题 女军官让他回忆之前列车上发生的事情 让他回忆出到底是谁炸毁的列车 并且嘱咐他一定要找到嫌疑犯和炸弹 并且规定时间必须在八分钟之内完成 这一连串的事情让驴哥搞得很是蒙圈 就在驴哥又准备询问女军官一些事情时 突然到驴哥又被传送到了火车上 对于这些驴哥判定 这应该是上级组织的一次模拟演习 既然是演习那就好好完成任务 于是驴哥就顺头蒙瓜的在卫生间里找到了炸弹 但是因为不懂拆除炸弹的技术 所以面对这个危险的家伙 驴哥只能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时炸弹突然发生了爆炸 驴哥再次醒来之后又一次来到了密室里 经过几次的穿越 驴哥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 原来就在早上 这辆车在芝加哥的郊外发生了爆炸 车上的旅客全部遇难 军方从遇难者消炎的大脑里 提取了列车爆炸前八分钟的记忆 而驴哥也在几天前 执行飞行任务中牺牲了 由于受过专业的侦察训练 所以军方就利用驴哥的脑电波 来让他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这个任务的代号就是原代码 科学家通过复杂的技术 可以使驴哥的脑电波 反复地穿越到遇难者萧恩的身体里 但是每次只能回到爆炸前的最后八分钟 理论上穿越回去的驴哥 并不能改变历史 也无法阻挡爆炸 之所以让他穿越回去 就是为了能够找到 这起列车爆炸案的凶手 直到这一真相之后 驴哥就一次一次地穿越收集线索 最终经过反复地轮回 驴哥终于找到了爆炸案的凶手 但是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也发生了 驴哥不但找到了凶手 竟然还很出乎意料地阻止了列车爆炸案的发生 等于说之前本来已经全部遇难的乘客 最终都躲过了这一场灾难 完成任务之后的驴哥给女军官发了一封邮件 邮件里说如果你能收到我的这封邮件 那就说明原代码这个项目 远比科学家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它不仅可以使人回到之前的世界 而且还可以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从此以后 驴哥便借着萧恩的身体和萧妹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获起了幸福快乐的小日子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原版电影下载 请搜索观众驴哥的微信公众号 驴哥说电影 更多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